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,尤其是二型糖尿病,比如控制饮食、多运动,这些措施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,但作用有限,病情继续发展到需要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。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很多并发症,而直到其中一个并发症,症状明显时,患者才会意识到自己患上了糖尿病。 被确诊为糖尿病的五年或六年之前,就会有患病的先兆,所以预防非常重要,而定期体检就能及时发现身体异常。 除了重视预防外,IPS细胞有望让受损机体重启。 IPS细胞能够再分化成体内的所有类型的细胞,例如可以诱导IPS细胞成为β细胞,并恢复体内的胰岛素生产。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减少许多可怕的糖尿病并发症,通过诱导产生新的细胞去代替已受损的细胞,比如肾脏细胞,或产生新的皮肤细胞,加速伤口愈合等。 这种IPS细胞技术,未来将会充当发展治愈糖尿病新方法的桥梁,并使我们迎来糖尿病不再威胁人生命的一天,而最终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没有糖尿病的世界。 IPS细胞治疗糖尿病原理,更像是更换身体受损的零件,目前仍是试验阶段,而技术更加成熟的干细胞疗法治疗糖尿病,更多的是修复身体受损的零件,并且已经投入到临床治疗,证实有效。 近日,日本京都大学又研究出利用IPS细胞培育胰脏细胞用于治疗糖尿病。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,明天继续为大家介绍。